上禮拜五的時候我們大概就是講一下就是那個 Flores 那上禮拜五最後的時候我們就講一個叫 Set 就是怎麼對那個 Set 去做運作 那 Set 的表示方法的話就是 這個大家可以想一下就是說 你看到就是很像一個 Tree 這樣 那大家看一下就是說 這個是有三個 Set 在這個例子裡面有三個 Set 然後每個 Set 的話 它的 Root 就是其中一個 Set 的某一個 Element 某一個 Element 那在這個 Set 裡面它會去做一些 Operation 那兩個 Operation 可能我們等一下會講 第一個是 Union 就是把兩個 Set 把它 Union 起來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我給你一個數字 然後問你說 這是屬於哪一個 Set 這樣 那告訴我們 所以就是這兩個 Operation 這樣 那為了要達到就是說 我 Fine 的功能的話 給你一個數字 就是你要告訴我說它的 Set Name 就是它屬於哪一個 Set 那原則上它會可以用這樣子的表示方法這樣 那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說在左半邊有一個 Table 這 Table 裡面呢有一個 Set Name 這樣 那一個 Pointer Pointer 是雙向的這樣 就是 Pointer 是雙向的這樣 那它就指向那個 Root 這樣 就是指向那個 Root 這樣 大家看一下 那所以呢 如果我給你數字 7 是屬於哪一個 Set 的話 因為這上你應該對這三個 Set 去做 Matching 的動作 就是數字去做 Matching 的動作 找到 7 在哪裡 那如果 7 找到以後呢 看它的 0 這樣 它的 Root 是誰 然後呢 再去反推它的 也比方說找 7 7 找到以後呢 看它的 Root 是誰 然後再反推 反推它的 Set Name 就是 Sy 去找出來 那剛才我們這樣講的動作是 它這個 Implement 的方式是 Pointer 用 Pointer 來做這樣 所以我如果給你一個數字 7 就像我剛才講的 就是原則上你應該是要對這 就是所有的 Set 都必須要去做 Matching 的動作 就是要找的動作這樣 對 好 那這個的話是做 Join 的動作 比方說這是 S1 和 S2 要去做 Union 起來 那或者是 S5 和 S1 這兩個都是 Union 的結果 Union 完的結果 那 Union 的動作呢 其實上就是把某一個 Set 的 Root 直接連到另外一個 Set 的 Root 裡面 是 Root 裡面 那比方說這是 S2 的 Set 的 Root 叫 S4 它把它連上 S1 的 Root 這樣 這樣我完成 Union 的動作 那左邊 右邊也看到的是同樣的結果 就是它把 S2 當作是 Root 然後 S1 連過去這樣 那就是完成了這樣這個動作 好 那所以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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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稍微解釋一個叫 Find 還有 Destroyed這樣 就是 Destroyed Set Destroyed Union 的動作這樣 好 那接下來就是在 後來我們跟同學講說 這個 Set 它除了用 Pointer 來表示以外 其實它還可以用 Array 來表示它 就是用 Array 來表示它 好 那在 Array 裡面呢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說總共有 0 到 9 這樣 這麼多的數字 那這就代表數字 好 那上面那個 Array 裡面的值 代表是它的 Parent 代表它 Parent 是誰 那如果你只要看到是負一的 就代表說它是 Root 負一的是 Root 這樣 好 所以大家看一下 0 它的 就是 0 嘛 好 你對應到剛才那個這樣圖 0 它是 Root 這樣 那 6 7 8 呢 6 7 8 它是直到 0 這樣 所以你看一下 這個表示方法 6 7 8 在這位置 6 7 8 地方 它是直向 0 這樣 直向 0 好 所以負一 你看到負一就是它是 Root 一個 Set 的 Root 這樣 那如果不是負一的話呢 它所代表就是 它所連到的那個 Root 這樣 所以用 Array 其實也是可以用來表示 這個 Set 就是用 Array 來表示這個 Set 這樣 對 這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喔 對 那所以呢 就是有兩種表示方法 其實你可以其實想想看 就是可以 Create 一個 Node 出來 然後有 Pointer 這樣 那也可以就是用 Array 去表示它 那兩者的優缺點其實字型比較 其實我們會問你這樣 就是在期末卡的時候就問你 比方說 像這個例子裡面 在這個 假設用 Array 來表示的話 同樣的問題 就是問你數字 7 數字 7 它的 Set 它是屬於哪一個 Set 它是屬於哪一個 Set 那接下來你要做的動作是什麼 就是喔 這是數字 7嘛 就是 Array 7 的地方 對 然後你就看到是 0 這樣 那 0 呢 就要去找它 0 那它就要去 0 這個位置呢 去找它 欸 它 它是不是到達 Head 這樣 那像這個地方 0 是-1 所以它是 Root 所以 它會知道說 0 對應到的就是 這個 Set 的 Root 那同樣的喔 你必須要 還要額外有這個 對 還要額外有一個 Array 這樣 然後 Sy 對 它是 0 對 它的那個 它所對應到的那個 Set 的第一個 Element 第一個 Element 是 0 這樣喔 所以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必須還 因為我們要回答是 它是屬於 S1 S2 S3 所以除了這個 Array 以外 你還有另外一個 Table 或 Array 去存放 存放什麼呢 就是每一個 Root 所對應到的 SetNap 這樣 Set 的 Net 你才能夠達到 Find 就是 Find 的這個動作這樣 那如果要去做 那個呢 如果要去做 Union 如果在這個 Array 裡面 做 Union 的話 會怎麼做 對 比方說像這個例子裡面 0678 419這樣 4要連到 0 這樣 4要連到 0 這樣 它要做的動作是什麼 就是在左半邊 所看到這樣子的結果 如果用 Array 來表示的話 對 它只要動到 動到一個數值這樣 哪個數值呢 哪個數值呢 就是這個 4 的這個地方 4這個地方 要把它變成 本來是-1的 但現在它的 Root 改變了 它變成 變成什麼 0 對 其實 左半邊所看到的這個 結果這樣 就是 A 要把它 Union 起來 像說 用 Array 來表示的話 其實還蠻簡單的 就是 把 4 它本來是-1的 對 它現在 4 要把它指向 1這樣 指向 0這樣 4 要把它指向 0 只有 Root 那個地方 要去做改變這樣 只有 Root 就是被合併的 Root 的地方 就是那個值要去做改變這樣 那其他的地方其實不用變這樣 對 那 同樣的 如果呢 如果這個被 那個 Disgrown 以後 我要找 1 比如說我要找 1 它的是屬於哪一個 Set 1是屬於哪一個 Set 它會怎麼做 如果 用 Array 來表示的話呢 你就要看一下 Array 1 看到的是 4 這樣 那 4 看到的是什麼 看到的是 0這樣 就是 我們是說 Join 1 看到的是 0 那接下來看到 0 是屬於-1這樣 它只要一看到-1 就是查另外一個 Table 另外一個 Array 看它的 SetNet 所以原則上是這樣 就是 Find 的動作 和 Disgrown 動作 其實如果用 Array 來表示的話 它只要動到 就是裡面的數值 就夠了這樣 那 Pointer 要不要 直來直去 不用 那這是它的好處這樣 這是它的好處 它缺點是什麼 缺點是什麼 對 自己回去想一想 對 就是 一個表示方法 它不可能是完美的這樣 對 那一定有它的缺點 對 那 它的缺點是什麼 是 請同學就是 去想一想 那所以呢 現在再看一個極端 就是 這都有不同的表示方法 你可以用這個 Pointer 也可以用 Array 這樣 那不管是 Pointer Array 如果我們 假設做一個這樣子的動作 我們有0到 假設我們有0到 n-1這麼多的數字 0到n-1這麼多的數字這樣 那首先呢 對 這就是一連串的動作 假設我們都 一開始的時候 每一個數字 一開始的時候 每一個數字 都是一個Set 一個Set 這樣 那 我們就做這個動作 Union 0到1 這樣 好 那做完Union 0到1以後呢 再做第二個動作 就是Union 1到2 好 那 做完Union 1到2以後呢 再做一個動作 叫Union 2到3 這樣 那做到什麼 為止呢 做到Union n-2到n-1 這樣 好 好 那它出來的結果會是什麼 它出來的結果就會像是 一條直線 好 就是一條直線 最下面那個是什麼 最下面那個是0這樣 好 那 最上面的話是 那個n-1 對 是一條直線 好 那接下來呢 做完Union以後呢 我們再做一個Find的動作 這樣 那Find的動作是什麼呢 欸 我先找 Find0這樣 Find0這樣 好 那Find0的話呢 很明顯它就要從這個 這條直線 其實從 最底部一直往 上 去做那個 找尋它的root的動作 直到n-1這樣 好 那Find的1的話也是一樣這樣 那Find的n-1呢 它走的路就比較短了一點這樣 因為它是最後加上去的嘛 它這樣走一個 其實n-1 它自己就可以看到它 它可能是那個 假設是array表示的話 它就是-1這樣 那它很自然就馬上找到 好 所以 大家看一下就是說 對 其實如果我做這樣子的動作的話 Union的operation 要做 它的complexity是O的n這樣 是O的n 為什麼 因為每一次做一個 就是把它 其實你可以想說 每一次做一個Union 就把它concade起來這樣 就是把兩個數字 或兩堆的數字把它串接起來這樣 那要做n次這樣 所以它complexity是O的n這樣 那Find的operation呢 Find的operation的話 大家看一下 它是complexity是O的n平方這樣 那為什麼n平方 你現在看 就是每一次 Find的0 要走0到n-1 要走0到n-1這樣 那Find的1呢 又要走1到n-1 對 然後 其實它是一個sumation這樣 sumation i等於2到n 然後i次這樣 就是sigma i 那i如果是等於n的話 就是代表的是什麼 它的find的動作 是從0開始這樣 直到n-1 好 那i如果等於n-1的話 就是 它要find的是1這樣 就是 對 這個find的operation是O的n平方 好 對 所以那這個是代表 就是有一些問題嘛 就是find的operation find的operation 如果照這樣子來做的話 對 那cost太高 cost太高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看到是 它有一個入我這樣 就像waiting入我 那這個waiting入我的話 大家看一下 就是假設我今天要unioni到j 就是要把兩個數字i和j 把它union起來這樣 好 對 那你看這個入我很簡單 如果在 如果以i為root 如果以i為root的那個set 它所包含的node的個數 小於小於這個以j為root 好 那這個set所包含的個數的話 好 所以i的 i是root 和j是root 這樣 i所包含的這個node的個數 小於j 這個j為root的那個node的個數的話 那你就把j設作是root這樣 那反之的話就是i otherwise那個就是 對 就是大家看看就好 這個如果很簡單 就是說看誰比較多 那誰比較多呢 誰就揮順於誰這樣 比方說a和b要去做union這樣 那如果你發現a的node的個數 超過b的node的個數 那b就合併到a來吧 就是 對 就是 就這麼簡單 對 所以大家看一下就是說 對 以剛剛那個例子來看的話 0.0 先跟1去做union這樣 一開始的時候 反正其實大家都一樣 好 0和1 所以大家每個 每一個數字都是只有一個element 就一個node這樣 好 那所以就其實沒差 好 那我們就把0設作是1的這個root這樣 好 那接下來呢 1要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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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做union這樣 好 那接下來他會去判斷說 1所對應到的這個root是0這樣 好 1所對應到的root是0 那這邊有兩個node 這邊只有一個node 好 那所以呢 很自然的 這個node 這個set 這個set 的那個數目 就是node的數目 比這個2 一個還要多 所以2就歸順 歸從 就是到 對 樣子就會長這樣子 那接下來就是 這個set 2要和3 他注意一下 他還是數字2和數字3 要去做union 數字2和數字3 去做union 好 那接下來呢 數字2 他所對應到的root 是這個0這樣 好 那這個tree 比這個3 對 這個node的個數還要多 所以3 就歸 就是 就歸 歸化到那個0 這個set裡面這樣 好 那所以 以剛才那個結果的話 就是 他最後結果就是常常這樣 好 他不會一直線 他不會一直線 他會打平 就是會打平這樣 好 那這個就是透過剛才那個root 所產生出來的 調整過後的tree這樣 對 這有問題 對 好 那這邊就會去做一些 就是lemma的解釋 就是 對 當我要去 根據這個weight 就是 去做union的話 其實union是沒差 因為你還是要對那個n個數字啊 n個數字 去做 一個一個 最後還是要combine起來 要去做檢查 combine 所以他的compress還是一樣 就是假設是n的話 他還是 big o的n這樣 但是他的find的話 其實是有改進的 find find為什麼有改進呢 因為他 如果在 情況 可以的 就有證明 請從會自己 可能回去看一下 就是他其實可以保證 他是log2m加1這樣 那m的話是 對 node的個數這樣 就是他 他要去找find的話 他不用走那一長串 他就只要 如果分配得宜的話 他只要走tree的高度 跟tree的高度是一樣的這樣 對 這個 有時間可以看一下 對 好那接下來 我們來看這個 對 就是 也是一樣 那 你會說 老師這個 剛才那個 還蠻合理的這樣 這個 1 1完後跟2 2完後就是 跟3這樣 就是去做union這樣 但如果是這種情況 對 一開始的時候 每一個都是 一開始的時候 每一個都是set這樣 好那接下來 對 就是 0和1去做union 2和3去做union 4和5去做union 6和7去做union 這樣 對 這個 好那 對 那在這種情況的話呢 就是 對 他出來的結果 tree 就是長成這個樣子 這樣 對 其實 從a到b的話 其實還 沒什麼學問 反正就 0和1 你就選一個 node 因為大家的那個數字 node的各數都一樣 你就選一個download 那 那 反正結果是這樣 好 那接下來 對 就是 欸 那做完這件事情以後呢 再兩兩 再兩兩 給他union起來 對 就是 0和 1和2和3 0和1這個和2和3 要union起來 然後呢 4和5和6和7 把它union起來這樣 對 對 那 對 看一下 對 這個情況這樣 0和1 2和3 把它union起來 對 那 如果 對 你看0和1的話 和2和3 對 他有一種情況是 對 可以union成這個樣子 這樣 對 就是2 3 01 2把它接到0 這個地方這樣 對 對 就是 4大 root這樣 然後4、5、6、7 對 6 0到4 這是一個 這是一種 這是一個 一個case 這樣 對 那他結果就長成這樣 那做完這件事情以後呢 對 再把0和4 把它union起來 對 就是兩兩union 然後再 最後再把它 合併起來 就是 這兩個再合併起來 就長成這個樣子 對 就是這個tree這樣 對 對 那接下來大家看一下 就說 因為我們要去做 Worst case的bomb 就找 這樣做有什麼不好的 那他不好的原因是因為 只考慮到node的個數 去做合併這樣 他沒有去考慮到operation這樣 對 什麼叫operation 那 那這邊有幾個情況 對 那這個operation就是這樣 就是 如果我做了fine的7這樣 對 我的tree長成這個樣子 就是左半邊所看到的tree長成這個樣子 然後呢 根據這個tree 你會發 再去做一些觀察或統計這樣 發現大部分的人 都去做一個operation 這個operation是什麼 fine的7這樣 fine的7這樣 嘿 那這個fine的7的動作還做的蠻多次 是 1 2 3 4 5 6 7 8 做了8次fine的7的動作 8次做了fine的7的動作 那原來這顆tree的話 對 他是不考慮 不考慮 這個叫做query 是不考慮那些operation 或query的cost這樣 他就是根據剛剛的那個weight weighted rule 去做合併這樣 那你看 如果在左半邊這種情況的話 他要找到fine的7 是屬於哪一個set的話 他要往上走 至少三步這樣 7要走到6 6要走到4 4要走到0 然後再從0裡面 去做反查 那個table 找他是屬於哪個set這樣 1 2 3 要走三次 那所以呢 假設有query query8次fine的7的動作的話 那這個步驟 步數總共要走8乘上3 他走24次 24步 要走24步 就是 他的cost是24這樣 就是藍色的這個是原來的cost這樣 嘿 那紅色告訴你什麼呢 紅色就告訴你說 假設我知道fine的7 對 有人在查fine的7 那他的cost還蠻高的 那接下來我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6和7 就是7這個拉到那個root 拉到root這樣 那所以他長的樣子就會是 右半邊這個圖了這樣 你知道 你知道很可能會有人 對7去做query 而且蠻頻繁的 那所以呢 你就會把7拉上到root這樣 所以第一次 第一次像這個地方的話 這是叫做第一次啊 對第一次他 他在做的時候 第一次是長還是原來這個tree 第一次在做的時候呢 他要走三步這樣 那接下來他知道有人 要去找fine的7 而且他cost還蠻高的這樣 那接下來他把它 就是拉到root以後 就變成這個樣子了 長成這個樣子 那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到 第八次fine的7的時候 如果你調整過後的tree的話 他只要走一步就可以到達了 那他的cost呢 就是3乘3加上後面7次嘛 總要10個movement就可以達到 4個movement達到 那原來如果不調整tree的情況 接下來要24 調整以後他只要10個movement這樣 就降了一半 就是cost降了一半以上 對 所以 對 這個就是所看到的 這是叫collapse 這是collapse 那什麼叫collapse呢 就你發現如果他有 常常有fine的動作的話 而且蠻平凡的話呢 你可以直接把他拉到root去這樣 就是拉到那個root去 會 就是可以把他拉到root去 然後可以降低 對就是像這個 六七 六和七把他拉到root了吧 其實這叫collapse 對 所以就是collapse 對 所以在這個地方 就是跟同學講什麼呢 就是 最糟糕 對 這個地方的話跟同學講是說 假設依照weight 依照weight 所建構出來的tree 依照weight 是weight rule 所建構出來的tree 他是不考慮到什麼 不考慮到查詢 查詢就是他做的operation 他依照的是什麼 依照的是node的個數 很單純 露的個數的話 那他可能會見出一個tree 是長成這個樣子這樣 好 那其實這個tree 原則上他沒有不好 對 但他可以更好 那什麼叫更好 就是真的在 有了這顆tree以後呢 你可以根據使用者的operation fine的operation 然後去結構性調整這個tree這樣 去結構性調整這個tree這樣 讓他cos可以變低這樣 讓他cos變低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例子這樣 那這個例子裡面 同學看到什麼問題 對 這個例子看到什麼問題 對 fine的7做了8次這樣 對 fine的7做了8次這樣 那有沒有聽過一個叫事後諸葛亮 事後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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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就說 我從那個log裡面 log 對 你會對這個tree去做log的查詢 這樣 對 早知道我就知道你fine的7就會做8次 那在那個時候我應該要讓你collab 就是把它抓到頂上 就是要collab 對 那就是你看了log query log以後 你看了query log以後 你可以 你可以就是去做比較好的調教方式這樣 對 可是你想想看喔 在online的時候 online的時候 如果現在有人做我fine的7 就是做第一次fine的7 如果有人現在做第一次fine的7 online做第一次fine的7 對 你怎麼知道後面還會有人繼續做fine的7 如果有人做了一個fine的7的動作 對 你怎麼會guarantee 確認後面還會有7次 或者是會不會這個fine的7 這個做完以後呢 就沒了 對 就沒了 對 那你怎麼知道後面可能還會有人做呢 這樣 那所以呢 其實這個難的地方在哪裡 對 難的地方要在online 即時的online 根據現在的query的狀態 那你要能夠predict 就是注意喔 就是我講的 就是一個很關鍵的詞 就是你要能夠predict 未來 就是fine的7會出現 就是不是只有一次 可能會7次或者是某幾次 就是可能超過某一個數量的值這樣 那這個total就是prediction 就是predict 就是預測 對 那你要怎麼預測 對 是這個地方 這是同學可以思考的地方 就是你怎麼去做預測 對 那 對 這個 這個 講到預測喔 就是又講到我們實驗室的專長 對 我們就要去做預測 怎麼去做預測 對 你看 過去 過去一個月 假設一個月的log裡面 fine的7出現以後呢 接下來 會伴隨幾個7出現 對 你可以很簡單做一些統計啊 那fine的7出現以後呢 就過去一個月的log裡面 喔 就發現fine的7出現 只要出現一個fine的7 後面就有7個fine的7出現 那這個就是 你統計出來的結果這樣喔 對 那所以呢 這個 但我要講的是說 fine的7出現 後面 常常出現 常常出現 7個fine的7這樣 那它有 它的probability這樣喔 它有它的probability這樣 就fine的7出現後面伴隨7個7這樣 這個probability多高 對 有沒有到達百分之百 不見得這樣 那可能它會有一個probability的value這樣 probability value這樣 那所以呢 對 基本上 是你要 可能要通過一些統計 然後把那些fine的operation 就是找出來這樣喔 對 那7 它可能會出現 那其他的可能會不會出現 然後fine的2 它後面會辦誰 幾個fine的2 對 每一個數字 對 我要跟同學講說 這個問題其實很好玩 每一個數字都會有它fine的的 這個統計資料 好 每一個數字都會有它fine 就是fine operation的統計資料 好 那所以這個問題變成什麼 對 這個問題就是會給你是 不是這麼簡單喔 對 就是什麼都拿到root去這樣 嘿 就給你每一個數字 然後還有它每個數字的 就是 就是 query的頻率這樣 好 給你每個數字 然後 還有它半學的query的頻率 我要造出一個 optimization的tree出來 讓這cost minimum cost 是最小的 對 就是 就是 這個問題請同學想一想 對 期末考可能會出這樣喔 就是 在這邊7 它出現的次數 對 和6 對 不一樣 這樣好 那 每一個數字 我要講說 每一個數字其實都有它的query cost query的cost 每一個數字都有它被query的probability 就是它被query的probability這樣 比方說 你觀察30天 你發現 1 對 出現 佔了大部分的query這樣 90% 對 然後2 可能出現5% 那3 可能出現 就是多少%這樣 所以 每一個數字都有它的probability這樣 好 那 input是這些數字 a set of number 還有它的半學的probability output是什麼 對 output是一個期望值 好 那這個期望值呢 會希望說它的probability 和它的cost這樣 這tree的cost是最小的 好 tree的cost是最小的 對 對 這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好 對 那這個 又是蟹體這樣 其實也不算蟹體 人家回去想 對 那所以呢 這個其實很有趣啊 這個 為什麼很有趣 你想想看 就假設是電影的話 對 電影的話 這跟電影是很有關係的 就是 大家在網路上 什麼看電影 然後PBS 然後是 最近很熱門的電影是什麼 然後常常被看 好 那這個電影呢 其實常常被看 代表是什麼 常常被query 然後常常要被 被看 這樣 那如果常常被看 要query的話 你會做什麼事 就是 對 對 把那一部電影 多複製幾份 到別的note裡面 這樣 只要PBS的note裡面 這樣 那現在 為什麼要多複製幾份 你會希望說 那複製幾份呢 就是在你看電影的人的旁邊這樣 他只要走一個hub就到了 那我發現焦大人常在看這部電影這樣 對 乾脆呢 就直接在焦大人弄一個note這樣 反正有PBS 就是P2P嘛 對 就是弄一個note replicate 在這邊 他只要一個hub 不用跑到台大去拿資料 對 就結束了 對 所以這個情況是跟這個很像 大家同學 就是不要覺得說 這個 哎 這老是超無聊了這樣 這是作者 其實這個 其實很有用的 那你自己看一下 不管是P2P 或是一些看電影 其實是 這問題啊 這叫什麼 問題的本質 問題的本質 是很雷同的這樣 這是雷同這樣 對 好 對有沒有問題啊 對 沒問題啊 就是回去要想想看 就是每一個數字 如果有跟他查詢的次數 對 建築一個tree出來 這樣 讓他cost介紹 好 對 那接下來大家再看一下 就說 欸 在 對 在之前的時候呢 考試的時候 有沒有聽過equivalent class 有啊 equivalent class 這樣 有啊 那這個 其實這個operation 你看那set operation 你可以把它視作是 equivalent class 也可以把它視作是 equivalent class 這樣 就比方說 i和j是相同的 就是i和j 就是同一個set 這樣 就把union起來這樣 好 所以呢 就是 比方說 在這個例子裡面 0 4 3 1 6 10 8 9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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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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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10 9 10 找Equivalent class 是0到4就相當於說 把0和11都連起來 那3和1就是相當於把1和3就連起來 對 考試剛才玩吧 Equivalent class還記得吧 就是明月數字先要scan 然後呢 建議它跟它有關係的 然後呢還要去找什麼 就是 1和2有關係 2和3有關係 1和3有關係 然後就是之前講的 那其實還可以用這個方法 你會覺得非常簡單 就是更簡單 好 那這個地方我們就 就是跳過去喔 就是 是一樣的啊 就是0和4 是有關係的 4就把它u連起來 1和3是有關係的這樣 那就把它u連起來這樣 那接下來同樣的就是 7和4如果是有關係的話呢 對 7和4如果是有關係的話 你要先找到4是屬於哪一個set這樣 然後和7 union起來這樣 就長成這個樣子 對 然後6和8有關係 對 那 對 你看一下 6和8有關係 8的話它是一個set這樣 對 8的話它是一個set 對 然後呢 6也是一個set 然後把這兩個union起來這樣 然後 3和5有關係 對 就把它union起來 好 所以就是不斷的去做union union這個動作這樣 好 就是union這個動作 做完以後呢 做完以後呢 知道那些pair都被你看完了 那最後那個set 就是答案 好 那以這個例子來看最後的set 就是123這樣 對 那就是一個equivalence的class這樣 equivalence class的set這樣 就結束 對 欸 這有問題 對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吧 好 那同樣呢 就是這個東西要注意一下 就是說 在10座上 這是 這是講理論啊 對 10座上7和4要union起來 對 你要知道4 這個要 這要用什麼implement會比較方便 對 如果用array的話會很方便 對 為什麼 4是屬於哪一個 它root是誰這樣 你去查表這樣 是屬於0 71開始就是4-1這樣 好 那 對 這個operation 如果用array的話 會很方便就做出來這樣 對 比你那一個 對 比之前講的那個link list 這個 就是查詢要快 那所以呢 就是 請同學回去 再看一下 這個書本上 去看一下complasticity 好 看它的complasticity 這是同樣的 這是同樣的問題欸 這個問題就是要叫你 給定這個number pair一樣 你的output是一樣的 就是 equivalent class 同樣的問題 不同的解法 不同的解法 好 那 接下來你要分辨 兩個解法 complasticity要怎麼樣 那兩個解法 好處 壞處 好處 壞處 其實都要 就是分析出來這樣 好那所以呢 在這個地方的話 它的complasticity 對 多高 對 你可以想想看 就是complasticity 其實如果用array來講的話呢 它是做 不斷去做union而已這樣 去scan 這所有的數字 然後去做union 去做union 那和我們之前那一個 要兩個face 我們之前要兩個face 第一個face 要就是建出那個link list出來 每一個數字和它的link list 然後第二個face 對要 要幹嘛 就是要把 它所對應到的 這些數字 可能的 那個叫做transitive的這個數字的關係找出來 所以看 之前的演算法要兩個face 那這兩個face的complex 上起來是多少 回去查詢這樣 然後這個複雜度會很低 這個方法複雜度會很低 所以同樣也算法 兩種結法 同樣的問題 兩種結法 那complexity不一樣 對 complexity是 差很多 對 好 對 所以 那個set operation 就是 就講到這個樣子 那set operation 注意一下就是說 它 今天我們是用array來表示它 那為什麼用array 因為它就是很 很輕易就可以 就是 就是表示它的root 還有它的parent之間的關係這樣 那另外一種表示方法 會是用node這樣 tree node 那你會覺得說 欸老師這個跟tree有什麼關係啊 對 這 對 它也是root啦 只是它那個pointer的方向不一樣 對 pointer的方向不一樣 你說pointer的方向讓它往下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對 對 基本上也是可以的 就是 pointer的方向不見得都要指向那個6啊 對 你說這個6呢 這個root 這樣 下面有幾個number 是它 它的child 是它的 它的這個 這個set裡面的element 可不可以 可以 對 是可以的這樣 那所以呢 就是箭頭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想 你可以稍微在旁邊注意一下 如果讓它跌倒 其實 跌倒 跌倒的方向是跌倒 的話 是可以可以做到的 其實 對 所以它實際上還是tree的範疇之一這樣 好 那接下來看一下這個 它的 獨特性 對 那 其實我們有講到那個 有很多pre-order in-order 還有post-order traversal這樣 就是post-order traversal這樣 那如果呢 就是在這地方 我給你一個叫 in-order的順序 比方說給你一個in-order的順序 bcaedghfi這樣 這是一個in-order的順序 那 這個問題就是說 假設給你這個順序的話呢 它所見出來的 它所對應到的這個binary tree 是不是唯一的 是不是唯一的 這樣 那當然不是唯一的 好 那大家看一下 就是說 如果根據這個bcaedghfi呢 就是其中有一個見法 你可以在這個in-order的順序裡面 假設選一個a 假設a就是我們的root這樣 in-order順序的root這樣 那接下來它就分成bc和bc 就是它的leftsubtree 然後dfghfi 是它的rightsubtree 對 bc是它的leftsubtree rightsubtree這樣 然後 依照in-order的順序呢 它的leftsubtree 會長成這個樣子這樣 變暗C 然後後面呢 還可以再往下長 對 那這個要說的是什麼 在這個in-order順序裡面 就是我們剛才是講說 我隨便拿一個數字 叫nodea 抓起來 它是root這樣 好 那 在這些數字裡面 我可以在這些tree node裡面 我也可以這樣講 我可以選d noded 當作是root in-order順序嘛 對 就是d abcd d 當作是root這樣 好 d被拿起來了 接下來呢 它也會分成左半邊和右半邊 那左半邊是什麼呢 就是 它的subtree就是bcae所構成的 右半邊就是ghfi所構成的這樣 好 那接下來它還是可以就是 建構出 它所對應到的這個binar tree這樣 好 所以 很明顯的就是什麼呢 就是只給你in-order的話 其實它所看到的banner tree不是唯一的 就是不是唯一的這樣 好 所以 也就是它不是唯一的這樣 好 那同學注意一下就說 那怎麼樣讓它唯一呢 就是除了in-order以外呢 還要再加一個pre-order 好 除了in-order以外 還要再加上一個pre-order的順序這樣 好 那才會讓它是唯一的這樣 對 好 這個是席 好 這是席 好 這是你看一下 課本上一個席 你要去證明它 對 那 對 這個同學就證明可能會在 就是自己要想一下這樣 對 好 那 這個我們不會講喔 我們就是跟你講 會有這個問題喔 就是in-order和pre-order 要搭配起來 那它所建構出來的banner tree 才是唯一的 好 想一下 對 怎麼去證明它 對 這是習體 這是我們的習體之一這樣 好 那注意一下就是說 對 這個什麼叫做 是一個中性的banner tree 對 唯一的banner tree這樣 一二三 一二三 對 你看 這幾個 這個banner tree都是不一樣的這樣 對 這幾個banner tree都是不同的 這個是一個distinct banner tree這樣 對 對 這個講完了 這是一個解答 不是啦 這是一個hint這樣 好 這是pre-order和e-order 那它到底怎麼樣 去決定它是一個distinct 就是要長得不一樣的 對 還是一個distinct banner tree這樣 好 那所以這一題109 p109 對 請回去 這個 自己要去證明它 對 這是習體 好 習體 好 那tree 就結束囉 對 有沒有問題啊 tree 就是講完一個章節 好 請同學自己 sum-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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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總結嘛 對 假設我不是不行 我剛才就在睡覺 你知道嗎 睡覺完 欸 tree 109 那重點 幾個放假 對 一個是不是tree 對 那當然有root 對 然後我們現在 下面有trial row 那這個tree的 它是什麼特質 對 對 它必須要root 對 然後呢 又會成什麼bindtree 還是bindtree 這樣 對 就是 hip也是一種tree這樣 所以tree呢 在這張裡面呢 就是不會知道 它有 不同的 就是tree的 property 這樣 比如說bindtree 它hip有什麼關係啊 對 那它的特質是什麼 那針對hip 針對hip 或是bindtree 你會做什麼 會聽說 資料的insert啊 數字insert delete 這樣 那對著bindtree 或in 這樣 那它們不會 對 會問你說 不管是insert或delete 那它怎麼達成這樣 怎麼達成這樣 所以 這是一個重點 其實tree 這個其實在講說 這整張結 什麼是tree 會問what 什麼是這個tree 什麼是這個tree 那 對面這個話的tree呢 可以衍生出 tree的類別 這樣 tree的類別 好 那接下來呢 所以假設知道 tree的類別以後呢 接下來 我們在這張 還有講一個重點 對 比如說bindtree的話 我們會對tree做 traversal 這樣 traversal 那tree的traversal 的話 對 依照 這是我們科長 當頭講的 就是幾個traversal 的方式 對 in order 對 那為什麼要去做tree traversal 對 因為為了去做一些tree operation 什麼叫tree operation 你叫tree什麼樣的 然後copy 這個tree 或是透過這個tree 去做 這個pulse piece 就是immediation 就是expression 的immediation 這樣 所以 這是第二個重點 就是tree的traversal 反正在tree traversal裡面 它所推移出來的 Operation是什麼 Operation是什麼 對 那 這個 這是兩個重點 對 那他後面還有講到那個spect 之類之類 那都是 很重要 是minder的 但 其實還是要 還是要去阻擔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